感恩现在正在线的朋友 虽然不到十个人 但是我很开心 我都愿意为大家开讲 我们继续传播这个伟大的觉醒者 伟大的这个世界上 伟大的先驱者 揭露地球运作真相的揭露 这个先驱者 大卫艾克的雄狮醒来系列之 人体是生物计算机 以现实的数字全息图 我们来听一听 David是如何解读 人体是生物计算机这个秘密的 我们今天来看这部分内容 他对于了解整个世界的这个大的拼图 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身体计算机是意识 我们这个意识体验这个虚拟现实的一个载具 通过前几天的我们的学习呢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身体是我们是意识 首先我们是意识 那么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身体来体验这个世界了 那么这个身体呢 就是我们体验这个虚拟现实的载具 为什么说是虚拟世界呢 我们所看到的 眼睛看到的这些物理石像啊 其实都是幻觉 是被扭曲的幻觉 所以说身体计算机啊 是我们的意识体验这个虚拟现实的一个工具而已 那么如果我们要去体验另外一个星球的话呢 我们会需要另外一个外壳 我们需要一个外壳 这个外壳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 并且这个身体的振动呢 必须要在你想体验的这个 所谓的虚拟现实所处的频率范围之内 你必须和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词共振 那么共振指的也是某一个频段之内的一个范围啊 那么我们要体验三维世界的这个频率所处的 我们要体验三维世界所处在的那个频率呢 那我们身体也要符合这个振动 所以有很多人在灵修过程当中啊 他的频率提高的很多的时候呢 他是可以看到平常就是更平常肉眼看不到的石像的 因为他的频率发生了变化 那么种族主义啊 是基于我们的身体而产生的分裂 是很荒谬可笑的 他其实就是一个无知的证明 而身体是我们体验这个虚拟现实的载具啊 所谓的这个种族主义啊 就是表明我们被陷在了五官的感觉的世界里 根本不知道我们我们的本质是意识 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质啊 无论你是黑皮肤白皮肤黄皮肤啊 和种族是毫无关系的 本质都是意识 我们认为啊 我们认为我们是人类 人类也是一个概念 是个名称 其实人类啊 这个人类我们打上引号啊 它不过是一个软件程序 我们不是人类 我们只是在什么 体验着人类 体验着所谓的这个 在这个频率范围之内的人类的 要体验的东西 也就是我们正体验着 体验着我们称这个人类的 这部分生命的意识状态 有一本书叫旧金山编年史 那么这本书里啊 有一段这样的话 那就是 DNA DNA大家都知道啊 DNA是一个宇宙的软件编码 这里又提到了一个词编码 从细菌到人类 他们的DNA呢 都是生命的基本指令 那么DNA呢 有四个编码 叫ACGT 那么这些编码互相之间呢 以哪种方式发生联系 就决定了 你这个所在的这个外壳 也就是体验这个虚拟现实世界的外壳 是所谓的人类呢 还是我们称之为的老鼠 或者是其他的 什么东西 包括细菌呢 包括其他的一些动物 就是 这个编码之间 是有很多的这个联系方式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排列组合 那么这些组合的不同 就决定了 所处的这个 所要体验的这个生命啊 到底是人还是老鼠 是细菌 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 那么作为人体这个生物计算机呢 它是能够进行自我思考和进行评估的 而且是可以接收信息的 现在呢 我们把我们的人脑啊 和我们的这个台式电脑啊 作为一个对比 我们来理解一下 虽然这个人脑和电脑相比啊 要先进和高级 我们现在是这么说 但实际上我在前几天的分享当中提到了就是 现在就是连电视台的播音员都已经出现了这个 完全copy的这个人工智能了 很多东西电脑比人脑还要快 所以真的说不清楚现在到底谁更高级 谁更先进了 但不管怎样啊 电脑和人脑在本质上呢 它其实都是电脑 所以两者是很有可比性的 当我们这个电脑无法运作 它出了各种故障啊 导致不能开机不能运行的时候 我们会说 哟死机了 我们说电脑死机了 那么如果把这个电脑啊 从高的地方摔到地上的话 摔到一定的程度 它是会摔坏的 会废掉 那么如果一个人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人体啊 人体这个生物机呢 生物计算机呢 从高处掉下来的话 很可能也会摔坏 也会死掉 但是对于和这个电脑相比呢 我们人体啊 如果摔坏的话啊 死去的是生物电脑 和这个机器电脑是不太一样的 虽然本质上相同啊 但是我们的意识是不会死的 根本没有死亡这一回事 我们是意识 是无限的意识 在昨天这个分享里 我也提到了我个人的一个体验 那就是我曾经看那本书 那书名叫 再活一次与人生温柔相拥 这本书 那本书我看完以后 我就知道了 人根本就不会死 我知道很多朋友啊 或多或少 或者说曾经啊 都有过这样的想法 就是觉得活得没有意思 恨不得死了 恨不得死去 不想再活了 没有意思 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这个想法 而且还不止一次 青春期的时候啊 不知道活着干什么 觉得哎呀死了算了 其实人真的死不了 我在过去啊 很多人都是恐惧这个 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是死亡 对吧 很多人恐惧死亡 那么我现在 前一段时间啊 去年前年的时候呢 我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但我知道了这个 我不会死以后啊 我根本死不了以后 我的恐惧由原来的 我最害怕死亡变成了什么呢 原来我死不了 我知道了我自己 我根本死不了 我觉得根本死不了 这件事对我来说 当我知道了这个事实以后啊 哇 简直是不是欣喜 也不是更不是狂喜 我觉得好可怕呀 天呐 我竟然死不了 就这么活着 太没有价值 太没有意思了 真的多少人觉得活得有意思呢 真的是没有意思 后来我明白了 我得好好活着 那么我能够降生到这个地球上来 能够现在活成这个样子啊 它是有意义的 那我我此生的这个使命啊 或者说使命也好 或者说意义也好啊 就是要活出原来 原本我们应有的样子 从而得知生命是有价值的 从而知道生命原本 它是一个喜悦的存在 是一个丰盛的存在 它绝对不是苦难和匮乏 更不是战争和这个饥荒等等 正是因为这个世界存在了 太多的不公平 太多的不合理 使得我们这些被称之为人类的 这个地球人觉得没有意思 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 都在为了生存而奔波 这种朝九晚五啊 一天二四小时 连做梦都在打架 连做梦都在求生存的方式 真的已经受够了 是的 真的觉得活得没价值 可是我现在觉得我活得有价值 为什么 当我觉醒了之后 当我觉醒之后啊 我就发现 哦原来我是要体验这样子的世界 原来我到这里来是有 是有意义的 我还得回到生命的源头 我必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觉醒了 还得让更多的人觉醒 因此 这成了我此生最大的意义 当然不管你认为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要既认真 又不要太当真 如果你太当真 太执着了 那又错了 那又活 活的就是活偏了啊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世界啊 它是一个幻象 那么这几天我们都在理解 都在学习 David啊 如何解释世界是幻象的 我们只有了解了世界是幻象 这么一个基础啊 再了解 接下来了解 这个控制系统是如何在这个 所谓的幻象世界运作的 让人们感觉到幻象 让人们觉得在这个幻象世界里啊 要不停的奔波啊 为他们卖命 当我们知道了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样活着了 这是我们此刻应有的 具备的一个活着的价值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是要 明晰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 当你知道了 你就知道该怎么活着 那么也就知道 我们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意识下活着 是在合一的意识 在合一的意识下去运作 在了解宇宙法则 运行基础之上去运作 那么在这个大卫艾克的整个 熊石醒来的觉醒系列之后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 宇宙的运作法则 它不仅仅是一个吸引力法则 那么吸引力法则还有很多没有讲明白的事情 那么在整个 戴卫艾克的这个熊石醒来系列 分享结束之后呢 我紧接着会给大家 分享是什么呢 分享是如何吃喝拉撒 如何在这个有限的世界里 这个污浊的世界里 活得清明自在 因为通过健康的饮食 洁净的饮食 我们是可以促进我们灵性的发展的 能够促进这个身体的进化的 当很多人无法活明白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个没有那个生理基础 我们可能觉醒的朋友 或者半觉醒的朋友 会看到周围的人甚至家人 哎呀怎么活得那么 那么愚钝啊 好着急啊 不用着急 因为他们没有生理基础 我们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只是我们比他早了一点点而已 所以不用担心害怕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饮食上啊 做到一些健康饮食 包括我们的调料 我们要选择好的调料 好的这个油盐酱醋 好的大米 好的水果 少进食农药 所有有这个添加剂的东西啊 要尽早的摄入 只要我们对身体好一点 那么身体会百倍的回馈给我们 那么我的群里 这两天再进行一个购买这个 好的牙膏的接龙 今天一天下来接龙 哎呀将近有五百多只了 有六百多只了 那么这个牙膏呢 我插一个几分钟啊 是非常好的牙膏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牙膏的一个简单的知识 就是以前有一种流传啊 说是这个牙膏的尾部有 不是有这个黑色的 有这个绿色的吗 说是绿色的就是健康的 然后那个黑色的呢 它就是化工的这个合成的牙膏 不是这样子的 它没有这个说法 黑色和绿色 包括其他的颜色 只是为了在这个牙膏的生产的流水线上 就是作为这个整个排列的激光校准而用的 因为只有这个线在一条线上的时候啊 最后这个牙膏装盒的时候啊 它最后会有个自动化的拧盖 只有在一条线上 它这个盖子才能拧好 所以它这个黑色跟绿色啊 它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健康和不健康的标志 包括你买牙膏的话 一定要买这个不含浮的牙膏 这个孵化物呢 对于人体是有巨大的伤害的 它是很多疾病的元凶 高血压呀 糖尿病啊 等等啊 包括这个什么 阿兹海默症啊 包括这个 叫自闭症啊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 我们之前也做过这个比较详细的分享 跟这个孵化物是有绝对的关系的 包括我们水里也有孵化物 等等等等啊 所以买牙膏 你不要看品牌 也不要看价格 一定要看它是否含有孵化物 你喝水喝点孵化物 然后呢 你用牙膏 你每天用吸收一点 所以这个控制系统 它是无孔不入 从你的吃喝的所有层面来给你 给你下毒 这是真是一点都不夸张 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个健康的这个 基础 没有这个生理基础 当人的毒素太多的时候 包括我们高油 高盐啊 现在这个辣的东西啊 串啊之类的 这种小龙虾 已经风靡了 全中国的大江南北啊 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幸免 所以大家在这样的饮食文化的 这个驱动下 使得我们没有一个好的生理基础 那有的人如果吃的比较清淡 相对来讲 他觉醒的速度可能就会快一些 因为当你有一定的觉醒 你一定的觉知度 呃 当你达到一定的这个觉知程度的时候 身体 他会要求你啊 少吃这个少吃呢 你会主动就会少吃荤类的东西 呃 包括我自己就是这样子 他其实是一个灵性等级的一个证明 灵性等级啊 当你 当你去屁股 当你去食光食气 当你开始吃有生命力的健康的食物的时候 你的灵性等级是在提升的状态 那么很多人他脱离不了这个高油高盐 呃 一直吃的这些垃圾食品的时候呢 他是没有这个生理基础的 没有觉醒的生理基础的 因此 我们如果能够有条件啊 帮助家人多吃一些健康的食品 少摄入一些垃圾食品的时候呢 是可以这个 呃 是可以这个提升我们的灵性等级的啊 光的胜利想入我的群是吧 你们可以记一下 我的微信号 我打 我在 我在上面打一下 稍等一下 我现在在屏幕上 打上了我的 微信号啊 但是我的群已经500人了 啊 你可以备注先加我 然后有有有空的名额的话呢 我把你拉进去 我的群里每周一到周五 我至少会有三天分享 包括其他的讯息 而且从今天开始 我决定就是 每周六日啊 给大家推荐好的 好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啊 茶我不怎么推荐 你茶里面也有咖啡因 咖啡我是不推荐的 所以呃 大家既然觉醒了 那么还要给到大家 这个解决方案 包括改日呢 我想做一个这样的外外分享 就是我会去到 我会去到这个呃 超市在超市里啊 我现在是坐在家里 那么坐在呃去超市 带领大家啊 看超市的这些产品 我给大家分析啊 去看一看哪些东西能用 哪些不能用 包括盐的那天我 那天我去看了一下 所有的盐没有一个能用的 那么我会告诉大家 为什么不能用 我想做一期这样的外外分享 嗯 那么我们再再回过头来啊 现在刚刚提到这个牙膏 牙膏是不能含佛的啊 不要去吃这个 它是钙化我们中国体的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从各个身体 呃身体的各个层面 从上到下 包括我们的化妆品 我已经所有的化妆品 全部都丢弃了 我只用特别好的灶 特别好的灶 那个灶非常好 呃买着日本的一种灶 非常的好 也是我千挑万去 我很会在淘宝上挑东西 就当你的振动频率提高了之后呢 就是呃 你就是你淘宝上买的东西 好东西都会跳到你眼前来 很多人不会买东西 买来买去还是垃圾 所以我还会教大家 如何在这个淘宝上 如何挑选好东西 他耳朵里 一直有人说他坏话 他妈妈让我问问老师怎么办 请呃 有个朋友 郑州上学 让他妈妈陪他去看医院 说他耳朵里一直有人去换 换视换听啊 换视换听啊 那我觉得你要是去医院检查的话 会有各种说辞 那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说法 我给到你的最好的建议就是 让你的朋友给孩子吃洁净的食物 给他断掉肉蛋奶 断掉肉蛋奶 所有的这个呃 给他吃洁净的食物 如果能够有洁净的食物给提供给孩子的话呢 孩子在很多层面上 他会恢复清明的觉知 嗯 还有就是呃 孩子不管出现什么状况哈 跟父母是有直接关系的 呃 那么要让他父母好好忏悔 呃 要让他父母反省自己 因为孩子出现的18 9岁的孩子还没有成年 呃 肯定是一个方面说他坏话 他可能是有能够听到一些东西 这也是一种呃呃 是一种能力吧 但是既然是说坏话的话 哼 我觉得就是嗯 我不好去评判 但是我给的建议就是给孩子吃洁净的食物 呃 而且父母要好好反省自己是有没有做好父母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角色 嗯 因为如果一个是食物一个是做父母如果做到位的话 孩子不会有问题的 孩子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这是根本 这是根本啊 所以呃 我们分享完大卫爱客的我就会接着在饮食方面 然后呢 再分享其他的 那么再回到这里哈 就是总结一下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洁净的身体的话 我们的灵性等级会依然是在一个很低层次的 呃 振动频率状态 所以我们也很难觉醒 所以我们已经觉醒的朋友 对于那些没有觉醒的朋友 就无法接收你 你你你 传播的信息的这些这些的朋友 我们我们只能是呃 等待吧 我们时不时的敲打一下他 呃 不用为他着急 因为每个灵魂也有自己的要走的道路 虽然我们是在被植入情况下 虽然我们是在这个编程情况下 但是没有关系啊 我们要认真 但是不当真 先把自己活好 只有这样你的这个振动频率提高了 你才能够影响到他 所以说这个意识提高的人群如果到了一定的灵界值的话 就可以一举改观我们这个世界的我们世界的这个状况 嗯 所以说 呃 没有死亡这回事 我们是意识 我们是无限的意识 那么如果要体验这个的话呢 要保证自己身体的捷径 包括意识 要不要随随便便的去上各种灵性课 那很多都是 呃 是附体 很多都是植入啊 那附体的话可以 我也我也会会去除灵体啊 那么让孩子自己 呃 孩子有意愿意愿的话 可以去自己跟灵体沟通 啊 请灵体离开 嗯 忏悔不一定是拉低能量 亲爱的 忏悔是意识到自己 呃 所谓的忏悔是意识到自己 过去有做的不对 因为我们会抱怨的 是因为我们只盯住了别人的这个 呃 别人的污点 我们认为别人做错了 不看自己 所以要 要这个叫什么 呃 认好 找好处认不是 找别人的好处 认自己的 认自己的缺点 认自己的这个不是 我就是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当然也就其实说白了 换一个词说吧 就是宽恕 就是宽恕 你无尽的去忏悔的话 觉得自己很 呃 这个忏悔你要看你怎么理解啊 既然大家有问题 我就再讲一下这个 呃 因为我也是也是过来人 忏悔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对我们整个的意识的觉知的提升啊 因为我们过去活得不清明啊 是因为我们被编程的导致的信念系统所致啊 包括和所谓的业力所谓的业力也是执政官所为 他可以给你就是呃 派送你的父母 给你指定父母给你安排一些呃安排你的这个生命历程 这真的是以前我不相信啊 这个就扯远了哈 就是忏悔你忏悔完了你要是觉得自己觉得自己很卑微那就又错了 忏悔是意识到自己原本这一切都是幻象 我们要宽恕他人宽恕自己最应该宽恕的是我们自己 最应该宽恕的是我们自己 这点特别重要 要学会感恩 要学会宽恕 宽恕自己宽恕他人 宽恕那不曾发生过的一切 一切都是幻觉 每个人都是圆满清明 无限的存在 以圆满本性看自己 以圆满本性看对方 只有在合一的基础之上 我们认真 但是不当真 不执着 好好的活自己 健康的活自己 去百分百的为自己负责任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不会有什么问题 再加上我们又了解了这个世界是被控制的 知道这个真相 然后又能为这个世界付出一份光和热的话 我们这一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庆幸的是整个宇宙到了一个大的循环 离体在觉醒 所以我们应该庆幸 我们应该满怀喜悦的去迎接这个时代 去拥抱这个时代 光仓 对光仓也可以帮助淘汰 给到你 再给你一个建议 让孩子自己跟灵体沟通 请灵体离开 请灵体离开 让孩子啊 自己跟这个脑子里跟他说坏话的 那个那个声音进行沟通 请他离开 也跟他忏悔吧 就和解吧 钱都不一定能解决的老问题 中期的就是 让孩子跟那个那个声音去进行沟通 教他 教他就是宽恕吧 跟他和解 所以一切都是幻象 也告诉那个声音都是幻象 去到他应该去的地方 告诉那个声音 去到他应该去的地方 跟他和解 跟他和解 就是这样 没有死亡这回事啊 我们是无限的意识 如果说将电脑切换 进入休眠模式 是为了让他休息 我们睡觉呢 我们人睡觉啊 也是可以进入休眠模式的 电脑呢 是有这个防杀 这个病毒软件技术的 我们是可以查找出 对电脑系统有威胁的病毒的 那么我们人体呢 也有高级的防毒杀毒系统 我们称其为什么 免疫系统 那人体的免疫系统 和电脑的杀毒软件的机制 完全一致 当你安装了杀毒系统 出现了新病毒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更新杀毒软件 因为杀毒系统无法解决 不在这个系统内编程的病毒 电脑杀毒系统和人体免疫系统的 通过和这个病毒反应 进而更新程序 这样啊 当病毒再次出现的时候 就能够自行解决掉了 那么人体经络 就是我们体内的能量 运动的运动的线路 就像是电脑的主板 有趣的事情啊 当这些气啊 这个经络的气 在体内流动的太快 或者是太慢的时候 身体就会产生各种疾病 那么各种情绪 就会导致这个气啊 太慢 太快或者受阻 那么针灸也是使用针 或者是其他技术 来平衡能量的流动的 这些都是外在的 其实我们自己可以 只要这个放下啊 就很多问题都能解决 当台式电脑上 信息的传递速度 低于正常速度的时候 我们会说我们的电脑 运行的很慢啊 它运行的慢呢 通常是因为重病毒了 大脑就相当于中央处理器 而电脑的处理器 是一块芯片 它是信息的主处理器 DNA是硬盘 DNA也不是我们可见的尸体 它只是一个解码后的一个能量场的形式 这个能量场和我们人体的灰光是相应的 那如果所谓的文化 比如说我是中国人 我是印度人 我是美国人 我是英国人等等啊 这都是人类不同刺激的软件 都是不同的软件 那么这里讲一个案例哈 在纽纽约医院啊 有一个人啊 有个老外哈 叫这个威廉姆的 他准备做一个心脏直移手术 这个人他曾经呢 想成为一名设计师 他很想参加艺术课 但是 大家知道 要成为设计师的话 他是需要进行 要有绘画天才的 这个人呢 准备做这个心脏移植 当他做完心脏移植手术之后啊 他又去上他的这个艺术课程哈 突然他发现啊 他能够画一些非常复杂的图了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心脏啊 他移植之后 他这个心脏是别人的心脏 他就开始 他想这个 是不是跟这个心脏移植手术有关呢 然后他就想方设法的 见到了这个心脏捐助者的母亲 他说 你的孩子是不是有艺术天分啊 他说是的 就是这个捐给心脏 捐给他心脏那个孩子哈 去世之前呢 他是很有艺术天分的 那么这个孩子 在这个18个月大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啊 就有这个绘画天分 而且他疯狂的喜爱艺术 所以说 当这个人接受了这个 有绘画艺术天分的孩子的心脏之后呢 他也具有了这样的功能 这就是之前所说的 我们不同的这个器官呢 也是有不同的这个软件运运行程序的 还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和案例哈 那么研究结果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 就是凡是这些心脏啊 肺啊等器官的接受者啊 一致后呢 它都有了这个 器官捐助者的性格特点 包括这个捐助者的一些记忆 非常有意思 因为器官移植 它实际上是从一台生物电脑啊 下载信息到了另一台生物电脑中 所以这个捐献者和被捐献者之间 就有了信息连结 这里又有了一个词哈 信息连结 就是一切都是信息啊 我们下载信息啊 等等等等 我们阅读信息 那么就是这个戴维埃克啊 他接触过一个 有一个这个萨满 祖鲁萨满 非常伟大的 南非伟大的这个祖鲁萨满 叫克里托 这克里托呢 就告诉他 在非洲还处于这个人吃人的时候啊 有一条黄金法则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被吃的人呢 就是烧熟了 一定要热到一定温度以后才能够吃 否则呢 你吃掉它 你就成为了它 他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因为 因为我们知道41度以上食物被加热以后啊 物体被加热以后 它这个酵素就被破坏了 它就是死尸了 所以我们所受的这个引导 令我们相信 我们的身份就是我们身体呈现出来的性别 比如说是男人或者是女人 而事实上男人或者是女人 他并不是我们的真实身份 而是我们目前正在体验的 而性别的这个真实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现在有变性手术 我们是可以通过化学干扰 把一个男人变成女人的 就是改变了生物电脑的属性了 我们通过这个化学干扰 把男人变成女人 也就改变了我们这个作为人体的这个生物电脑的属性了 我们讲了半天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一定对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们先要了解我们人体是一个生物计算机 我们本身是意识 身体呢 是我们体验这个幻象世界的一个工具 那么人体就是一台生物电脑 它是可以下载信息的 既然是一个软件 那么既然是软件就可以被编成 对吗 所以理解这点特别重要 既然是一台计算机那就是可以被编成的 当它被编成以后 我们去阅读 阅读的是什么 阅读的是被编成后的信息 既然被编成了 那么那么被编成后的信息展现在屏幕上 就是被编成后的编成者所想要你看到的那个世界 能理解吗 就是这个意思 媒体呢曾经报道过一个很奇怪的鸡呀 这个鸡刚下来的时候啊 生下 它是母鸡呀 长大了 它会下蛋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 这个 这个母鸡变成了公鸡了 它开始追逐这个鸡窝里的母鸡 还打鸣 还长出了机关 是有这个事情发生的 人类都有这个女性变男性 男性变女性 那么动物界也是有这样子的 如果性别改变这种事实真的会发生的话 我们的真实本质 怎么会是我们的性别呢 所以我们又都说 有时候我是女的 你是男的 这都是一种概念 这不是我们的真实本质 不管你是男的女的 或者说你是两性人 或者说你没有男性功能 没有女性功能 不管怎样 你只要有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它不是我们的真实本质 我们的真实本质 是我们是意识 意识是没有性别的 非男非女 意识就是一切可能 而控制集团通过各种编程 通过我们这台 对我们这台生物计算机的这个身体 这个大脑进行了编程 使得我们把原本可以有一切可能的 这个意识 禁锢在了一个非常狭窄的频段里 让我们认为 这个世界是有限的 我们是渺小的 我们是无能的 我们是有各种身份的 这些都是虚假的 那么科学家呢 通过控制这个苍蝇的大脑 使雌性的苍蝇 也出现了雄性苍蝇的行为 他们对苍蝇 大家听好了 大家 他们对这个苍蝇进行了基因改造 怎么改造呢 通过把这些苍蝇啊 暴露在一个特定的光脉冲中 请注意 暴露在特定的光脉冲中 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把人体的人类的这个意识 限制在一个狭窄的频道中 他们把这个雄性的苍蝇啊 雌性的苍蝇暴露在了一个特定的光脉冲中 有一定的技术 就像控制集团 他们也有技术很高超的 把我们控制在了一定的频率范围之内 那么关掉了一组 什么呢 控制性行为的大脑细胞 我们的人类的DNA是被篡改的 伙计们 育友们 育友行星是个大监狱啊 地球是个这个行星级的大监狱 所以说是育友 我们的DNA 我们的基因 基因啊 是被篡改的 就像科学家们 把这个雌性苍蝇啊 暴露在了特定的光脉冲中 关闭掉了 他们控制这个性行为的大脑细胞 而且他们还使这个 雌的这个苍蝇啊 唱出了求偶歌曲 因为大家知道 只有雄苍蝇啊 他才会唱出求偶歌曲的 这些啊 都叫做对生物电脑的控制 都叫做对生物电脑的控制 也就是说 通过这个 科学家们对动物的这个试验 我们来理解 其实我们也是动物 育友们 我们也是动物啊 我们也被改造了 我们也被控制了 我们是生物电脑 生物计算机 然后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为什么说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鸟儿们会唱歌呢 就好像有人拿着指挥棒指挥一样 为什么奇怪的母鸡会打鸣呢 这些都是程序 请大家理解 这都叫程序 人类的情绪也是如此 都是程序 我们误以为情绪就是我们的自身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药物和化学物质 是可以改变人的情绪状态 包括就是在非洲的原始森林里 我们吃一种特殊的那种叫什么药 我们可以体验到 很迷幻的那个状态 当然要有人指导 不然吃了就糟糕了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食物 可以改变人的性格 就像我们我们开始吃素的话呢 我们性格也会改变的 通过吃某些化学添加的食品和饮品 是可以改变人的性格的 我再重说 重说一下 对 死藤水 你说对了 死藤水 通过吃某些化学添加的食品 还有饮料 就是我们现在超市里 琳琅满目的那些添加了各种添加剂的食物 吃这些有什么作用啊 育友们 改变我们的性格 让我们永远像奴隶一样 让我们的生理状态 生理结构 永远处在那个低频的状态当中 这就是为什么要在所有的食品里 添加各种添加剂的根本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要吃 真正的洁净的食物的原因 因为只有你停止摄入这些毒素 你才会有一个很好的生理基础 所以当你的朋友不觉醒 无法对一些你传播给他的 你认为很有用的东西 无法共振的时候 想办法引导他去吃一些健康的食物 让那些毒素减少 在他身体发挥作用 减少 然后呢 一方面减少 一方面摄入减性的食物 那么这个速度是很快的 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用不了一个月 人体会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变化 之前的分享不是提到了吗 有个男生他是常年的抑郁症 通过二十多天的食生 是有生命的有迹 有生命力的全身 没有任何就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 没有经过任何烹饪的 食有生命力的东西 食有生命力的东西呢 不到三十天 他的这个抑郁症就完全康复了 后来他的女朋友也是因为抑郁症 通过食生 然后就恢复了症状 他们俩现在可好了 我可羡慕他们了 特别年轻 所以他们通过得抑郁症 反而收获了一个 一个完美的幸福的人生 我真的很羡慕他们 而且他还 他还就是 通过食生啊 体验到了这个 三摩地的感觉 然后很多 很多这个 他的一些好朋友 他说哎呀太好了 我们就想要你这个感觉 他说我都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他体验到的 因为他 他体验到了那个空啊 他知道这个世界是幻象 他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然后他的一些朋友说 哎呀太好了 我们一直想体验这种感觉 那些和所谓的灵修人士啊 后来他想他不应该这么活着 还是应该投入到这个 这个这个作为人类的 这个洪流当中啊 所以他在那个课堂上呢 去这个 去给大家分享 也在为大家做一些免费的服务吧 义工 非常棒的一个男孩子 那所以要 要吃这个捷径的食物啊 我们 我们继续往下看 稍等啊 所以刚刚的那个男孩子啊 出现那个那个 说那个听到 患是患听的那个孩子 真的可以试一试 就是给孩子 吃捷径的食物 应该会有很大的改观的 他肯定也是 就是阳气不足啊 阳气不足 又招了一些这样的东西 所以说 我们要减少 吃这个 有添加剂的任何食物啊 尤其是 大家有孩子 一定要注意啊 现在就是 超市里卖的那些食品啊 99%啊 尤其孩子的东西啊 没有多少是能吃的 因为必须从小的时候 就开始植入嘛 开始影响 这样长大了以后 才会更多的影响到他 那么 我们继续说啊 我们的本质是不可能 是我们这些情绪的 那既然化学物质 是可以改变我们的情绪啊 来影响我们解码现实的方式 那我们也只是 信息的接收和传递器 我们都是从宇宙网络中 获取信息的 这个David告诉我们的 接收和传送信息的 最好方式或者是途径呢 就是使用食鹰晶体来进行 食鹰晶体啊 科学家们发现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概念 那就是 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液态食鹰晶体 这是今天分享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如果我们能理解他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一通百通理解很多的 很多的事情 那就是 接收和传送信息的最好方式和途径 就是使用食鹰晶体 而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液态食鹰晶体 请记住 人体它是一个计算机 人体这是一个概念啊 今天分享的 第一个人体是一个生物计算机 人体是通过这个生物计算机 这个程序来解码现实的 第二句话就是 人体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液态食鹰晶体 就是接收和传送信息的一个一个东西 我们身体中有数万亿个细胞 每一个细胞的细胞膜 都是液态水晶 地球也是一个什么 巨大的水晶体 甚至每一粒沙石 每一粒沙子 每一块石头 都是水晶石 地球也在宇宙网络中 接收和传递着信息 大家知道地球 它就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体啊 我们说地球母亲啊 你是可以跟他进行沟通的 你是可以听到他在呼唤你的 DNA是信息的接收器和传输器 这是DNA的本质功能 那么关于DNA呢 的一篇文章说到哈 这些大分子啊 具有的双螺旋结构特性来看啊 DNA它是很理想的一个电磁天线 一方面可以拉伸形成片状的结构 这样呢 便于很好的接收这个电子脉冲 另一方面它具有环形结构 因此它就是一个磁性天线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生物电脑 一直在持续接收和传递信息 我们的这个能量光气场呢 通过脉轮和身体连接 通过顶轮与我们的物质身体连接 顶轮是一些线体系统 它包括了脑垂体和松果体 两个主要线体顶轮 顶轮是也是接收信息的 所以如果你这个牙膏 你的水里面你净用的是含浮牙膏 然后喝的水里有孵化物 盖化了你的松果体 你如何和外界联系呢 所以这些这些坏人们 这些坏的阴谋集团 它就是从各个层面 它让你去设计毒素 让你的松果体盖化 盖化有什么作用呢 盖化的作用就是 你无法和真正的高维度的信息连接 你失去了和高我的连接 你失去了和宇宙源头的连接 所以你永远要遭到它的奴役 这整个的一个拼图 我们一点点的就逐渐清晰了 首先知道我们自己人体是一个什么东西 是个晶体 是一个接收信息和传递信息的一个载体 我们人体是个软件 这个软件是能够以它独特的方式来解码这个现实的 那么处在不同的频率 我们就解码不同的现实 处在不同的频率就解码不同的现实 所以说当控制集团 控制了我们解读这个世界的频率的时候 我们也就只能看到有限的空间了 所以了解这一点特别的重要 这个顶轮是一些线线体系统 包括脑垂体和松果体两个主要线体 这两个线体的一起就构成了我们称之的第三只眼 它能够使我们通过第六感连接到另一个世界 所以著名的有一个叫梅尔的人说过 如果我们能够打开第三眼 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无法真正死去 我们根本无法死去 我们是永生的 有一只猫咪 这只猫咪是被我救活的 那么前天 对 前天我不知道吃坏了什么东西 晚上大概九点多钟的时候 我发现它好像已经快死了 就两个眼睛已经是 瞳孔都快散开了 就是两只眼都变形了 然后身体也很僵硬 四肢也冰凉 我赶紧赶紧用一个能量的方法把它就是救活了 用了两个小时 那么今天能够来到线上的我给大家传递 教大家一个方法 大家记住 MTVSS程序以及所有程序 记住这个词 我就用双手握住它 把它放在我的胸前 MTVSS程序以及所有程序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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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记忆启动 启动到它身体最健康的状况 然后提醒天使团队 给它粉红色的光 提醒这个大天使Michael卖打场 我抱着它 一直到差不多到12点吧 经过两个小时 就把它给救活了 顺着生龙活活 和好了 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 如果你哪有问题的话 都可以作为急救 急救的方法 这是一个能量的运作方法 运作 其实就是一个程序了 也是一种程序的运作 我再说一遍 MTVSS程序 以及所有程序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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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记住就可以了 如果你哪儿 磕了碰了 你都可以这样 都可以这样运作 再说一遍 MTVSS程序 以及所有程序 启动 启动 比如说你 你这个 哪儿磕碰了 比如说 被切菜 切着手了 你都可以说 这个 细胞记忆 细胞记忆启动 细胞记忆启动 让它这个 恢复到 它原有的状态 其实我们就是意识呀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没有说 我们能够打开 第三眼的话 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无法真正死去 因为我们将脱离此处 此处啊 进入到那边 也就是从此案 到彼案 正是 这里很重要啊 正是那些 令我们第三眼 关闭的 所有的一切措施 将我们封闭在了 这个五官感受的世界 阻止我们挣脱 进入到那更宏大的自我 这就是控制者 所希望的 他们将绝大多数人 保持在五官感觉的世界 保持着错误的身份认同 伙计们 育友们 这是今天最重要的部分 我再说一遍 正是那些 令第三眼 关闭的 所有一切措施 正是那些 令第三眼 关闭的 一切措施 他们用了 能够使用的 所有的措施 关闭了 我们的第三眼 使得我们 无法和 更高维度连接 他们把我们 封闭在了 这个五官感受的 现实世界 使我们 无法体验到 那个 真正的 无限的意识 使我们无法进入到 那个无限的可能性里 听明白的 请打三个八 你正牙痛 MTVSS程序 包括细胞记忆 告诉你的牙 你要用好牙膏 巴巴巴巴 听明白的 巴巴巴 我再重复一些 正是 这些坏蛋们 使用了一切 他们能够想到的 一切恶毒的策略 使用了所有的措施 关闭了我们的第三眼 使得我们 无法 和更高的维度连接 使得我们认同了 那些强加 给我们的身份认同 所以我们才活得 如此纠结 如此悲催 所以 我们要认识到 这些措施都有什么 含佛的牙膏 吃白砂糖 没有 没有营养的糖 所有的酱油醋里面 所有的调料里面 所谓的知名的 你去看 明天自个儿到 到这个超市去看 所有的那些著名的企业 里面都加入毒 都下了毒 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用品 你加它干嘛 一般老百姓 能懂这些东西吗 你说农民可恶 打农药 他们懂吗 农民的 这个现在呢 几千年来农民的 相对来讲 他们文化水平 相对来讲 是低一些的 很多农民高中 都没有上过 他们懂什么农药啊 喷洒农药 不都是上边 让他用的吗 所以一切的一切 我告诉你 还有什么苏丹红 那些下苏丹红的 他们知道这些东西吗 这苏丹红是谁提 谁提供的 谁在实验室里生产出来的 谁发现的呀 包括阿斯巴田 阿斯巴田就是很 是是有强毒的 包括这个魏晶 魏晶是阿斯巴田的姊妹 姊妹兄弟 都是有毒的东西 所以魏晶真的不能用了 我爸爸买了很多魏晶 我不让他用 偷偷的装在各种各样的瓶子里 塞在屋子的各个角落 发现了很多次 一次次扔 扔了还要买 不断的买 真是没有办法 不鲜呐 没有味道啊 吃了几十年 让他改 那简直就是要了他的命了 我那天又扔了一大盒子 他们他们攒各种瓶子 要买魏晶 你扔可以 他也不说你扔吧 他不说你 他继续买 偷偷的用 偷偷的用 那个盐也是 跟他讲了这个点酸钾的害处 讲呗 反正我活了几十年了 也快死了 他们心里就这么想的 八十岁了 他也活了 我这辈子也活了八十岁 也够本了 点酸钾的盐 寒了又怎么样 不都活了这么长时间吗 他就是要用 没办法 他就是喜欢用 为什么 编程太深了 他已经 就是很难具有那个生理基础去辨别这些东西了 真是没有办法 所以 这些所有的措施啊 就是在你生命当中接触的所有东西里面 包括我们穿的衣服啊 很多衣服你不洗是根本没法用的 那些就是染 这是叫什么 各种 针织品里面 都有毒素啊 你闻的那个味道 包括那个什么 鸭绒被啊 那些味道 都是用化学东西添加过来的 所以正是这些东西 我们使用了 我们使用了这些东西 使我们被封闭在了这个 非常狭窄的这个频率范围内 所以我们才被控制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吃洁净 洁净身体的意义 太重要了 伙计呢 很多人说 很多就是觉醒的人哈 他光去传播真相 他也不去改变自己的饮食 他其实只是知道了一些所谓的这个有黑暗事理而已 他不明白 吃健康食物有多么的重要 当你天天在设着读 又看着这些揭露信息的时候 你的生理基础如果没有跟上的话 其实频率还是很低的 光知道这些是不够的 一定要从身体上爱护自己 我们可能会说 啊 这个世界看起来是如此的坚实坚固啊 他就是这样子的嘛 看上去是这样的 我也同意但这并不是真的 尽管他看起来似乎是真的 但他不是 如果我们用头去撞墙会怎么样 肯定头会疼啊 这和在火炭上行走是一样的 如果你相信会烧伤 你就会受伤 如果你相信你会撞伤 你就会被撞伤 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世界是由原子构成的 而量子物理学家表明原子是空的 所以空公的原子怎么能构成一个坚实的世界呢 它是不可以的 世界看起来是真实的 原因是 宇宙的波形信息是被以特定的方式解码的 显示成为坚实的 它被解码成了现实 是因为我们解码现实的方式 我们用的这个解码现实的方式 造成了这一坚实性的感觉 换一句话说 我们因为被各种事物操控了 使得我们解码现实的方式 用了现在这种方式 使得我们把这些幻象世界 看成了有长宽高的这么一个东西 正如我们从光碟上读取信息一样 我们的内容成像在屏幕上 看起来呢 就有了时间空间和实体 但它们其实是并不存在的 只是我们读取信息的方式 产生的一个结果罢了 这正是我们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 理解这点特别重要 这正是我们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 就是因为我们采取了错误的 读取信息的方式 而错误的读取信息的方式 正是控制世界给到我们的 他们篡改了我们的DNA 他们控制了我们的饮食 他们控制了我们的空气 我们的水 他们控制了我们的人生观 我们的世界观 使得我们解码这个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完全的扭曲 使得我们看到了这个根本不存在的 世界 所以这个世界看起来是有实体性的 原因是我们居住在一个全息世界里 我们是可以看到全息图像的 我们可以在商店里买到全息图像 对吧 一种立体的 他们看上去是三维的 但实际上不是 只是他被制作的方式给我们带来了幻觉 只是他被制作的方式给我们带来了幻觉 换句话来说 我们在用控制系统教导我们的解码世界的方式来解码我们收到的那些他们要给到我们的信息 我们就是活在幻觉中 那么人们是怎么制造出全息图像的呢 用一束激光 一部分光束穿过他们想要拍摄的物体 另一部分光束直接进入底片 照片的底片 接着穿过物体的那束光呢 也就再投射到了底片上 激光束这两部分发生碰撞便产生出了一个波形图 我们称其为全息干涉波形 仅仅发射出一束激光 突然间面前就出现了一幅什么 三维立体的逼真的图像 而我们就是这样创造出了我们的现实 创造出了一个所谓的全息现实 我们的头脑也是这样如此构建出全息图来的 所以说这个世界是个幻象 能理解到这一点的请打888 能理解我刚刚传达的这个 我们的大脑是如何解码这个现实 是如何创造出了这个全息世界的 请打888 没有听明白的请打333 都OK了 好我们接着 接着理解 那么头脑呢 就是这样构建出全息图来的 那么在这个2009年1月版的有一个新杂志 叫新科学家啊 这是英国的一个杂志啊 那封面上写的什么呢 写着 你是一个全息图 投射自宇宙的边缘 他说我们每个人呢 就是一个全息图 是从哪投射过来的 是宇宙的边缘 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去深入研究 现在的这个学术界知识啊 因为很多这个学术界知识也是被操控的 很多东西是不能够让民众所知道的 而且这个所谓的学术界的论调啊 会把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啊 禁锢和限制在旧的模式里 真正的真理是不为民众所知道的 换句话来说 现在的所有的科学家 在这个更高维度的文明的眼里啊 人类人类最最牛 最牛叉的这个科学家 还不过是不过是个婴儿罢了 控制我们的这个控制集团 这个负面外星人 他们的技术要比我们要 据说是 要高一万年 他们有着高超的这个技术 所以他们他们掌控了这个这个方法 把我们的认知禁锢和限制在了这个 他们想要的模式里 所以我们要理解现实 我们就必须要去接触 我们身边包含着这类知识的内容 那么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怎么可能一个事物既是波形 同时又是原子呢 而这正是量子物理学建立的这个理论基础 在这里我插一下 现在即便是这个大学的这个物理知识 他也是很少讲量子物理的 量子物理也是近些年来为民众所传播的 我们大家可以去买一些相关的这个书籍去了解一下量子物理学 那么量子物理学这个知识其实很早就有 但只是他被封锁 真正的大学 像哈佛呀建桥啊等等这些学校 他们在这个建校的时候呢 一谋集团已经是被限制了 是不允许教授很多的真正的知识的 那么里面有一条就是 不让人们在学校里学到真正的知识 我们学的都是皮毛 都是根本接触不到世界本质的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看过这个影片崇高之上啊 纪录片 那么纪录片崇高之上呢 里面有一句非常 著名的话 那就是这个地球上啊 的每一本书都是错的 那么我是这么理解这句话的 不能说每一本书的每一句话啊 他说每一本书都是错的 这个我认同 每一本书里面都有错误的 我是这么认为 很多书里面啊 都是有这个很多正确的信息在传达的 但问题就在于 你在传达这个这个正确的同时 又夹杂了很多错误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没有觉知 不了解真相的时候 我们就会全盘买入 所以这就是人们为什么 这么多年来人无法觉知 无法觉醒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因为好的坏的全在里面 我更不知道哪个 他为了让你 为了让你买入他的这些 握错的 符合他的利益的观点 他给你很多正确的东西 让你不断的说yesyes 这就是很多传销课 也运用的那些 那些那些欺骗说法 他让你不断的说yes 让你觉得你很了不起 你啥都知道 然后你跟他共鸣共振 然后把他想 想给你东西也 全盘买入 对 蓄意篡改扭曲 哎呦 这个猫咪开始咬我的下巴科了 在我们创造出这个全息图的时候 他这个波形啊 他是没有消失的 当投射出全息图的时候 他们是同时存在的 他们是同时存在的 也就是说 信息构架和解码出的全息形式啊 同时存在着 这也就是说原子和波形同时存在 就是这么简单 但人们总是认为这个很难理解 我们再详细的讲一下 全息图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 全息图的每一个部分 都是这个整体本身的一个缩影 因此 如果我们将这个 呃 整个全息图下切割成 四个部分的话 并用激光照射这四个部分 你得到的并不是整张图或者是四分之一部分 而是会得到四分之一大小的整张图 再说一下 如果我们把一个全息图像啊 分成四个部分 啊 我们得到的不是这 这个图像的四分之一 而是得得到了四分之一大小的整张图片 这就是全息 那么 我们再说一些情况啊 下面的这些要讲的呢 就是基于这个全息理论 那么根据全息原理的这个反射论啊 我们是可以在我们的手 我们的脚 找到和这个身体器官相对应的这个 反射区或者是点背的 这也就是针灸的工作原理 这个大家都懂的啊 那么反射论呢 还能运用在耳朵上的这个反射点 因为全息嘛 动多耳朵这个部位就能够影响到心脏 动多那个部位呢 就能影响肝脏 那么根据全息原理啊 必然是这样子的 因为全息图的每一部分啊 它都是一个缩小版的这个整体 那有一本书啊 叫全息血液 是一位美国的物理学家 物理学家写的啊 下面这个特别重要 那么这个物理学家呢 在血液中发现了全息图 在血液中发现了全息图 是什么意思呢 它 它通过这个 一个显微镜啊 它通过显微镜去观察人体的血液啊 这个显微镜的这个倍数 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么随着这个显微镜这个观察倍数的不断的放大放大放大再放大 达到了它已经能够达到的一个最高的倍数的时候啊 它发现了一个秘密 就是我们之前前面说的 它观察到这个血液啊 变成了十英晶体 十英晶体啊 听明白的可以再打出字四个汉字来 十英晶体 而我们正是这样的一个十英晶体 前面讲了 人体是一个巨大的液态的十英晶体 因为我们居住在一个全息的现实世界里 每一样事物呢 都是这个整体的一个缩板 这就是为什么地球的能量场啊 是由人类能量场映射出来 因为我们是地球全息图的小小的一部分 而地球全息图则是更高全息图的一小部分 那么也就是说银河系 是更高的一个全息图的一个部分 地球太渺小了 对十英晶体 非常正确 所以即便是我们的一个手指 即便是我们的一个细胞 都是整个全息图的一个小部分 而且这个每一个小的部分呢 也都可以看到整个世界 这个世界不仅仅指的是地球 和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看到的这个银河系 所以说为什么说建立合一意识很重要啊 从全息图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以合一的意识啊 活在这个三位世界是多么的重要啊 所以真的没有什么你我他 我们都是整体的一个部分 我们都是那个一就是这个意思 从全息图的角度去理解 那么在某一个层次啊 这个现实世界是数字化的 人们现在创造出了数字全息技术啊 这种技术和以前的全息技术 稍微有一些不同 那么其中一些数字全息图 被用来促销产品之类的用途啊 人们人们就是不敢走进那个全息图 因为他看起来那么真实啊 这也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我们这个实相啊 我们活着的这个世界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扭曲的 这个幻象世界 它其实就是什么呢 一个数字全息图 数字全息图就是我们所体验着的 这个现实世界 我们称之为外在的世界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数字命理学会起作用 那么命理学能够预测事件 并使事件发生 因为它是在现实的数字化层面上运作 这里提到了这个命理学哈 包括数字生命能量学 那么这点我想加一点我的理解 就是现在有呃 微信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数字能量学哈 就是因为啊 这个数字全息图 但是现在很多教授的数字能量学 它交偏了啊 呃 虽然说我们 我们的这个手机号码呀 我们的生辰啊 等等等等哈 通过这些我们是可以呃 可以就是预测也好 或者是解读过去也好等等 但是千万千万不要拿它当成真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无限的存在 每时每刻的当下呢 都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 因为我们是无限的存在 当你去按照那个数字能量学去运作的时候 你不过是活出了其中的一种可能性罢了 而其实当我们改变了当下 也就改变了过去现在和未来 如果说 你要去按照所谓的数字能量学去解读你的生命 你就走偏了 因为很多真正的数字能量学讲到很高层面 它是讲的就是神圣几何的内容 没有地球上没有几个人能够讲明 现在那些收费的包括免费的微课 几十块钱的微课 我不建议你去上 不建议你去上 因为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限制了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 他上过这个数字能量学 他也是一个零性度非常高的孩子 他就跟我讲 我就问他 我说学这玩意有用吗 他说这个 我说你是怎么跟老师提问的 因为我觉得那个不究竟嘛 他说我问老师很多的问题 我是这个数字七怎样 数字二怎样怎样怎样 最后 最后这个老师问的不耐烦了 后来跟他讲 哎呀 其实你不要纠结这个啦 你是可以改的啦 所以当你会提问的时候啊 老师最终他也糊弄不了你 就是这个是命是可以改的呀 你通过忏悔 你通过洁净的食物 这些都是无限的可能性的 其中的可能性之一 当你如果遵循了 真正的进化的道路的时候 当你走在了 符合你最高利益的道路的时候 那些东西都不再对你起作用 只要他告诉你 你这样会有限制 那样会有限制 他只是在当下那一刻解读了 解读了其中的一个可能性而已 中国人本来就迷信 听了以后 你脑子老在转悠 他跟你说的这些东西 所以你听着听着 你就真的把它变成现实了 为什么 你买入了这个观点啊 所以这就是讲 为什么不能去算命的原因 中国人是几千年的封建 导致我们很迷信 让你老惦记着他 所以我从来不让别人算命 我就这样 你为什么 你知道在这个了凡四讯吗 知道了凡四讯 了凡四讯 了凡 了凡先生他就改了自己的命了 本来他是活不了那么长的 但是他不断的做善事 他就不断的走在了这个 他的最高最高的利益之上 所以他完全就改命了 那么对于一些修为不高的 我们很多事情被这些 这个这个被编成了这么长时间 很难把控自己的前提下的 我们就不要去算命 真的不要去算 包括还有这个所谓的皇历啊 这个皇历 据我所知啊 不能这个不能那个 都是编程 你老去看这些东西 你就你就等于是中了招了 那就叫中了招了 所以真的伙计们 不要去听任何对你有限制的东西 远离他 远离他真的 也不要去跟他争论 没有必要 你活出来就可以了 你活出来就能影响他 你争论他到不了那点 他陷在那块 就那坎 他出不来 没有意义 不跟他走 你远离他 争托 否则还会有能量的纠缠 所以就是 当然我们祝福他 我们要在合一的意识下去 去看这些现实啊 我们是始终前提 无论我们做什么 一定要在合一的意识下 记住这个全息图的这个例子啊 去了解这个世界 去看待他 不是什么他是他 他既是他 我们既然可以既是 我们既可以说 他是他 你是你 我是我 我们又不能说 他是他 你是你 我是我 因为我们是全世界 我们是个一 我们要以圆满本性去看待他 我们要知道这些 这一切原本就不曾发生过 这一切都是幻象 我们只是在体验这个三维世界罢了 体验这个虚幻的世界罢了 我们接着来说 电脑是依靠这个打开啊 或者是关闭这个二进制的一个电荷系统啊 在运作的 也就是以零和一代表的这么一个电荷系统来工作的 那么现在已经开始研究这个三进制电脑了 有了第三个数字 那么我们人类的大脑如何在二进制和三进制进行开关呢 进行这个电荷 在这个这个电荷中运作呢 DNA的这个前面讲了 他有四个编码 ACGT的这个编码 都连接在这里面 黑客帝国又提到了黑客帝国啊 黑客帝国中我们看到了这个超越物理世界的投影 这是一个数字的世界 而我们的世界正是这样 说的非常好 变数可以改变定数 对 反正死不了 所以我们可以再看一下黑客帝国啊 是怎么解读这个数字世界的 黑客帝国也是一个揭露的影片啊 我们可以通过这部影片呢 去更好地理解这个控制世界 是如何通过这种方式来营造了这个幻象世界的 那么目前这个主流科学家 我们加上一个引号啊 所谓的主流科学家 仍然不接受这些内容中的其中一条 因为他们专注于什么 专注于他们自己受训的一些极个别的内容上 因为所谓的科学家们 所谓的主流科学家们都是 都是工具 伙计们 都是工具 他们都是专注于某些非常独立研究的项目 他们没有连接那些点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 如果等你把这个点都连接起来的时候 你才能看到整个拼图 他们都很孤立 因此他们无法看到全貌 曾经有一个电视节目啊 这个节目花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来问一个问题 最大的数字是什么 他们不停地在那里讨论 一会儿说是这个数字 一会儿又否定了 然后又提出另外一个数字 最大的数字到底是什么呢 哪有什么最大的数字呀 最大的数字它根本就不存在 存在的只是无限的可能性 最大的数字就是无限 因为数字什么呢 数字也是一种物质对吧 那么物质都是振动啊 那么数字也是代表了振动形态的 它代表了一个振动状态 所以通过数字啊 通过数字命理学 是可以操控现实世界的 这句话很重要 通过数字命理学 可以操控现实世界的 这是信息解码架构层面的一个操控 所以今天的分享呢 我给大家再总结一下 首先人体是一个生物计算机 我们本身每一个生命都是意识 不仅仅是人体啊 所有的一切都是意识 我们人体是一个意识 我们通过我们人体这个生物计算机来解码这个世界 既然是计算机 我们就有我们解码的方式 我们解码的方式正因为 我们是怎么解码的呢 我们是通过了一系列的方式啊 这个方式呢 通过了一系列的手段 被人为的给到了我们 所以我们是用的是别人给我们的解码的方式 在解码了这个他们创造的世界 他们创造的这个幻象世界 所以我们是在用一个扭曲的方式 用我们的这个人体计算机 这个能够接收和发射信息的人体计算机 用了错误的编码的方式 去解读了这个扭曲的时空幻象 我们人体是一个巨大的十英载体 如果我们用足够倍数足够大的这个显微镜 来观察我们的血液的话 我们是可以看到人体是一个晶体 晶体是可以接收信息解读信息的 还有一个知识点就是 我们是全息图的 我们是全息图 又是全息整个全息图中的一小部分 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就是我们的耳部 一个耳朵可以 就是可以接触到身体的所有器官 包括足部来了解 就像一夜之秋 一粒沙 一粒沙时也包含了整个宇宙 我们把一个一张图分成四分之一 我们分开的每一部分呢 看到的是四分之一的这个全息图 我们就这么理解 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合一的意识前提下 去理解你是你 我是我 他是他 如何帮助他人 如何提升自己呢 我们可以用食物在这个层面 在物理层面上去促进自己灵性等级的提升 同时带给这个世界更多的光和热 因为我们要尊重食物 我们也要尊重我们的这个载具 好好的来体验 当然我们要体验真实的世界 美好的世界 我们拒绝苦难 当我们明白了这个世界 大脑是如何解码这个现实的时候 当我们明白了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去解码这个虚幻的世界 我们就能够跳脱出那个被恶意控制的世界 好 今天呢 这个汇丰说的很好 数字能量学就是程序解码的一种方式 所谓的各种法门也是各种解码程序 开启不同层面的体验 我是这么理解 当然了 他也是解码的一种方式 但是这个解码方式只是解读了其中的一部分 他不究竟 如果说我们专注于这个数字能量学去解码的话呢 他只是解码了其中的一种可能性 解码了其中的一种可能性 我们可以完全选择我们的一个体验 我们没有必要去选择苦难啊 对吧 当我们明白了这个世界 我们是有权利选择的时候 我们完全可以去选择更高版本的游戏啊 干嘛要把自己弄得苦哈哈的呢 干嘛非要用这个金融 金融系统来奴役自己呢 一天到晚为了金钱去奔波 如果没有钱多好啊 大家都专注于灵性的提升 大家都非常和谐幸福的在一起生活 人与人之间都是灵性伴侣在一起生活 没有争吵 然后我们的这个伴侣也是互相体谅的 没有争吵 孩子也不再会有各种患事患听 孩子也都特别的听话 特别的能够按照自己的灵性的角度去发展去进化 该有多好啊 是不是啊 所以 随着这个David Ecker的这个熊狮醒来这个系列的解读 我们会对这个兔子洞呢 会越来越了解 那么我们在今后的分享当中呢 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有关这方面的言论 比如说左右脑左右脑的秘密 控制集团是如何关闭了我们左脑和右脑的连结 使得我们活在了这个被编程的系统之下 使得我们无法脱身 使得我们天天的活得很纠结 我们从左脑右脑的这个被割裂来看待这个全息世界 这个虚幻的世界 我们还要看一看 听一听这个月球矩阵 月球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 月球是如何影响了地球的运行的 如何这个因为月球的到来 使得我们地球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会在以后的日子里分享 那么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在线上的收听 感恩大家 我是杨光 谢谢大家 那么今天